大家好,歡迎收看Tech a Look,我是米樂 今天要為大家開箱要介紹這一台 SYZ Printing DaVinci 1.0 3D列印機 可是一台台灣之光呢? 日前在2014CES美國消費性電子展獲得了編輯首選大獎喔 因為這是一台全球消費者最負擔的幾CB值最高 價格最親民的3D列印機種 簡單來說就是 熟過大碗啦 好,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因為箱子比較大的關係呢 我們現在已經把產品給取出來了喔 打開之後我們有看到 一張保護卡 還有一個快速的安裝手冊以及一張光碟 光碟裡面有XYZ Wear 可以做一些簡易3D圖形的編修喔 以及一個300公克的線材夾 最後我們還有看到 電源線的部分 還有USB2.0的傳輸線喔 好,現在我們來看看產品的外觀的部分 我們先從側邊開始介紹吧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一個透明的一個設計 是一個封閉式列印環境 那我們在下方可以看到電源孔 還有電源開關 以及USB2.0的 B-Type傳輸接頭 那整體的設計呢非常的時尚 然後背面採用一個美背式的設計 那在側邊左右兩邊呢都有一個把手的設計 可以讓我們做一些搬運啊移動式的一個功能喔 那最後呢 我們來看正面的部分 大家可以在這邊看到一個 SYZ PRINTING的LOGO 還有一個4x16的LCM面板 以及相關的一些功能鍵的部分 好,我們現在來看裡面的機構吧 好,現在我們來看內部的機構部分 首先呢 它上方有一個列印噴頭 在列印時呢 它是呈現水平的移動 那下方呢 有一個列印的平台 在列印時呢 是呈現垂直的移動 那在列印噴頭的下方 有一個蒐集備料的集料盒 好,在機器上方呢 有一個掀蓋式的設計 在蓋子打開了以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 列印噴頭的上方 那在這邊呢 有一個安裝線材夾的一個空間喔 那有關於實際操作的部分呢 我們會有另外一段影片向大家介紹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所做的開箱介紹 如果您對影片有任何的意見的話 請在下方留言喔 影片的下面也有我們的 Facebook、Google Plus 及Take a Look的網站 最後 請多多分享 以及一定要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我是米樂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